大家好,我是艾迪 最近在摄影网站上闲逛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篇关于365摄影计划的文章 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在2016年 也完成过这样一个个人的摄影项目 Balance 365摄影计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概念 意思就是在一年的365天当中 每天都拍摄一张照片 网络和书籍上把它吹得如神话一般 号称是每个摄影师这一生都一定要完成的一件事 365摄影计划真的可以提升摄影水平吗 这样的摄影项目到底有什么意义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 我在拍摄我的365摄影计划时的一些经历 以及我都从中学到了些什么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就有过类似的想法 想要拍摄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个人摄影项目 但是苦于没有什么想法 所以一直也没有复制于行动 在拍摄这个计划之前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拍些什么 平时就是看见什么就拍什么 很喜欢沉浸在拍照的过程当中 所以在选择拍摄题材上面 我就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为了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拍摄题材 我做了很多的功课 先是在网上搜索其他人都在拍些什么 然后又翻阅了很多摄影大师的纪录片和摄影集 希望能够从这些成功人士的身上 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 虽然最后我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但是呢我从这些传奇摄影师身上 学到了一点就是坚持 甚至说有一些偏执 他们都是在持之以恒的 做着自己喜欢做的那点事 这个呢就更坚定了 我要去拍摄这样一个365摄影计划的决心 因为呢我也想要锻炼一下自己的坚持 我自己的项目之所以叫365加1 是因为那一年呀刚好是润年 我是从2016年的1月7号开始拍摄 拍到了2月我才发现啊 那一个月是29天 为了凑合一整年呢 所以最后我一共拍摄了366天 我最终决定拍摄的题材呢 是寻找城市当中对称设计的建筑 它可以是一整栋楼 也或者是移动建筑的某个细节 只要在视觉上看上去是完全对称的 它就符合我的拍摄标准 这个项目的拍摄目的啊 主要是让我自己去发现身边当中的那些美好 因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之后呢 就会视觉疲劳 没有新鲜感 很容易啊忽略身边的那些细节 为了让366张照片放到一起的时候 视觉效果看起来比较一世 能够体现出它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所以呢我决定采用 全部都是黑白照片的形式来体现 这个呢就是我把所有照片放到一个日历上呈现出来的效果 好像一个图片日记一样 现在呢我每看到这些照片呢都还可以非常清晰的想起当天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接下来呢我就说一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所学到的东西 在遗言当中呢其实我有过很多次想要放弃拍摄的念头 比较强烈的呢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拍摄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当时的工作呢其实挺忙的 加上要拍摄这个项目 每天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多少 感觉到非常的疲惫 第二次呢是在第八个月的时候 当时自己的小腿走的都肿了 但是每一天呢还是咬牙背起包出门了 一年的时间如果天来计算的话呢 其实还挺漫长的 心理上呢和身体上呢都觉得非常的疲惫 总觉得自己干嘛跟自己过一步去啊 但是想想自己吹出去的牛流着泪也得继续拍下去 这些消极想要放弃的想法 其实睡一觉就过去了 第二天呢可能会面临其他的新的消极的想法 再睡一觉其实也就过去了 就这样呢我度过了几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一年的时间呢其实过得也非常的快 其实拍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 我没有任何的感觉 完全没有那种如释重负 或者是非常兴奋的感觉 只是非常庆幸自己 当时没有放弃 我原本以为黑白照片就是彩色照片去掉了颜色这么简单 拍不好彩色照片咱还玩不好黑白吗 可是我错了 彩色照片原本当中的色彩啊 被藏在无尽的灰色当中 原来在黑色与白色之间还存在着这么多的色彩信息 这是我呀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的 我在拍摄的时候呢 喜欢把相机设置为黑白模式 这样呢在屏幕上看到的黑白效果更为直观 去掉了颜色之后呢 可以让我更注意观察照片当中的细节 以及光影的变化 在胶片时代呢 是先有了黑白照片 才有的彩色照片 而在数码时代导入一张弱格式的文件之后 照片会自动的还原为彩色 需要手动转化为黑白照片 通过控制照片当中的颜色 才可以获得一张与众不同的黑白照片 在这个项目之后呢 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照片当中的色彩 这和我当时所想的完全相反 在我拍摄的366个建筑当中呢 有一些是我在网上找好位置 然后直接去拍摄的 这样呢比较节省时间 但是呢能够在网上找到的信息呢 和资料都非常非常的有限 所以呢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已知的目标基本上就拍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日子呢 我只能每天徒步在街头寻找拍摄目标 来完成每天的拍摄 基本上呢可以说我用双脚 丈量了整个的曼哈顿 每天呢我大概花费在拍摄上的时间 是三个小时左右 有工作的日子呢 我就早起几个小时去拍摄 或者呢工作完之后再去拍摄 慢慢的呢我就会发现啊 不是任何时间都能够拍出满意的照片 不同时间的光影天气等等因素 都会影响一张照片的拍摄效果 所以之后呢我就尽可能的计划安排拍摄时间 我会把我近期想要拍摄的这些地点全都列出来 建立一个拍摄的清单 我会标记出哪些适合上午拍摄 哪些适合下午 哪些适合长曝光 之后呢我再会根据不同的天气和时间来安排 我该去哪里拍摄 这样的统筹安排呢 也给我今天的工作方式 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初始模式 而在整个的拍摄过程当中呢 我还养成了做调研的好习惯 为了给每张照片起名字和建档案 我查阅了很多的相关资料 这让我了解到了每一个建筑的历史 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虽然到现在啊 我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建筑感兴趣 但随着长时间的接触 我现在非常确定 自己特别喜欢拍摄城市和建筑 喜欢探索和记录每一个城市的过去和未来 为了督促自己完成这个365的拍摄计划呢 我每一天都会在夜里12点之前 完成后期并且上传到网站上 但是随着自己的这个摄影技术 以及后期的水平啊 逐渐的提高 每隔一段时间呢 我就会觉得之前拍的照片不够完美 在整个项目完成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又重新后期的全部的照片 现在在网站上看到的这一版呢 可以说应该是第四版了 说是第四版 其实呢 只是大规模的重新重修的第四版 之前的那些小打小闹 基本上就不算数了 如果要算上 就不知道现在这是多少版了 我觉得呢 这是一件好事 可以从之前的作品当中 发现自己的不足 勇于的追求完美 这也足以证明呢 自己的摄影技术和后期技术呢 相比之前确实有所提高 但是问题来了 什么样的照片算是完美的 照片修到什么程度 就可以不再修了呢 其实想想啊 这个事完全没有头 如果自己呢 一直在提高 那永远就会觉得 自己过去的作品不够完美 所以呢 就试着让自己的过去 就停留在那 给它一个终结 然后转身去面对未来新的开始 去拍一个新的摄影项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己的进步呢 对照片的审美也会发生变化 以前喜欢的色调 某一天可能就突然不喜欢了 所以保留好啊 最原始的文件 真的非常的重要 就算有一天想要拿出来 重新去修这张照片 还能再有机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也让我意识到 一张照片的后期 应该去花费更多的时间 反复的揣摸 仔细检查细节 让它呢 能够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很幸运的在拍摄期间 遇到了纽约历史上最大的暴风雪 当时的降雪量啊 达到了65厘米厚 全城都是停工停学 街上一辆车都没有 我当时呢 一大早七点就出门了 顶着暴风雪 走上了布鲁克林大桥 当时桥上啊 一个人都没有 风大到拿不稳相机 大雪片子呼呼的 往脸上跟相机上拍 其实那场雪呢 只持续了一个早上 起的稍微晚一点 就拍不到了 也正是这样的摄影项目 才让我有机会 记录下如此珍贵的影像 除了这样比较 极端特殊的天气之外呢 在这一年当中 我还遇到了很多 看云从头顶飘过 和在马路边 冒雨拍摄的日子 如果不是这个摄影项目 我想我一定会错过 这些好的或者是坏的天气 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天气 想拍照就出门吧 从前期筹备和拍摄 再到后期和整理之后呢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找纸打印展览 整整经历了三年 我才觉得我自己 真正的完成了这个项目 很多人看了照片之后呢 都会问我 还会不会再拍一次 这样的摄影项目 我都笑着说 绝对不会了 当年都不知道自己 哪里来的勇气 就这样拍下来了 现在想一想啊 都不敢了 但如果你问我 你该不该试一试 我一定会说yes 先抛开 能否坚持下来不说 我相信 每个人都会从中 获得点什么 摄影最好的学习方法呀 其实就是在于 实际操作 技术呢 也一定会在 不断的练习当中 获得提升 至于能不能坚持下来呢 其实也没有必要太在意 每个人呢 都应该量力而行 如果365天行不通 可以试一试三个月 一个月 或者在一年当中 完成多少张照片 这样的摄影项目 总之呢 强迫自己去做一件 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再怎么说 也会给自己的生活 带来一些乐趣 不是吗 留言告诉我 你在2020年的摄影计划是什么 很想听听更多 新奇 有趣 有创意的想法 好了 第一次的长篇聊天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通过这样的内容 来分享一些我的成长经历 让大家对摄影师的工作 有一个多维度的了解 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登陆我的网站 来查看我的365加1的照片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我在这里分享旅行摄影技巧 以及后期的修图教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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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影响